嗨,我是陳 在上禮拜我們發布第二集 DrawSync的一些繪圖教學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有講到就是Model的部分 第二集才是只講到說 DrawSync現在只支援Checkpoint跟Textural Inversion 然後Lora呢還沒更新 沒想到在發布之後 過不到12小時 DrawSync直接更新了 喂,好 今天呢就來講一下 在DrawSync裡面要如何安裝Lora 而且安裝Lora之後的效果到底如何 此外呢有很多人在講說 可不可以介紹一些 知識啊 或是一些從簡單的這些圖片 換成比較複雜的一些圖畫 那我們這些都一併教給大家 第一件事情 如果是之前版本的人 請現在馬上到你的App Store 或Mac Store去更新 它的安裝方式呢 跟我們之前講的基本上一模一樣 如果你想要更詳細的了解 怎麼安裝的話 可以看右邊這邊 對,沒錯 第二集 我有特別詳細針對安裝的部分 去做講解 一樣呢 我們這邊稍微簡單的來講一下 它的安裝流程就好了 首先呢我們一樣來到它的網站 找到你想要的Lora的部分 這邊呢找就是最近很夯的煉具人 主角叫Makima 那下載完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地方要提醒大家 右邊下面有一個叫 TriggerWords 觸發的關鍵詞 這個是什麼呢? 在安裝的部分 你會看到 Import下面有一個叫 TriggerWords 一模一樣的詞 這邊呢 你會看到在網站上面有一個叫 MakimaTransformman的一個符號 跟一些文字 這裡我強烈建議把它複製下來 然後呢 我們回到我們的 Import這個模型裡面呢 把這個東西 對位的把它貼上去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之後在選擇這個Lora模型的時候 我們把它叫出來 需要一些關鍵詞去觸發到Lora的一些模型 如果你在Import的時候呢 把這個TriggerWords把它貼上去 當你選擇這個Lora的時候 它就自動幫你填寫進去了 所以說呢 你就不用再花時間去 想這個觸發的關鍵詞到底是什麼 這個部分呢 在上一集沒有講到 那這一集呢 就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在網站上面 你發現TriggerWords這裡有寫 它的關鍵詞 那大家可以在Import這個模型的時候 就把它一起填進去 接下來就是實測的環節 我在裡面呢 安裝了兩個Lora 一個是Chancellman 就是Makima的角色 另外一個就是最近很夯的 Blackpink Lisa的臉部 Lora模型 實測我們分三個部分 文字跟模型 我們都有同一個 那文字的部分呢 我們直接用到Makima的特徵 譬如說呢 紅髮啊 長辮子啊 金黃色的眼睛 白色襯衫還有領帶 模型的部分就是我們之前 非常常用的寫實模型 就專門來畫人的模型 好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第一階段 我們不載入任何的Lora 我們只用單純的文字 來看看我們的這個 寫實的AI畫出來的Makima 到底長什麼樣子 好 所以等它跑完 好 跑完之後你會發現畫出來的 其實蠻出乎意料的好 出乎意料的蠻精準的 各種的特徵 其實都有根據我們的文字去描寫出來 只不過一些關鍵的地方 譬如說Makima都是黑領帶 然後最重要是眼睛的部分 它應該是要金黃色的 但是在這裡 它好像是正常的灰色或藍色 這是因為在寫實這個model裡面 其實沒有人是真正用金黃色眼睛去圈的 所以說呢在這個部分 雖然我們在關鍵字打上金黃色眼睛 但是這邊就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第二階段我們就用同樣的文字 搭配Makima的Lora 看算出來的結果到底會是怎樣子 好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第二張Makima的模型 算出來結果之後呢 你會看到基本上就是 漫畫中的Makima 整個寫實派的畫風 紅色頭髮 辮子啊 黑色領帶 襯衫 甚至你看它眼睛放大來看 真的還是都是金黃色的 所以加上一層Lora 真成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麼的精準 就是這麼的Makima 接下來最後一個階段就是第三階段 我們再加一層 Blackpink Lisa的模型 看看 生成出來的結果 根據我們的文字 到底有哪些變化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確實 它的臉型 就有Lisa的那個神韻在 同時間還保有 之前我們講的Makima的一些特徵 可以看到Lora的效果 可以根據我們的文字 更精準的 把我們想要的東西去描繪出來 更新之後 Draw Things就可以加入Lora這個功能 在這邊呢 大家也可以實際去下載 再來試試看畫畫看喔 講完Lora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ControlNet ControlNet其實是 AI畫圖裡面一些基本的插件 在Draw Things裡面 它有內建四個 分別是Candy Edge Map Deep Map Scramble 跟Pose 前面兩個呢比較少用 因為是描邊跟 AI測量深度的一些分析圖 最常用到應該是 Scramble 跟Pose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Pose的部分 Pose的功能呢 非常簡單 就是調整我們 AI畫圖裡面 人物的一些姿勢 在右下角的部分 你會看到好像有塗層的東西 點開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Pose這個詞 按下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有骨架跑出來 你就可以根據你想要的姿勢 去調整它的骨架 譬如說我在這邊 把左手往上提 然後呢 把右邊的肩膀 稍微往下垂一點 直接按Generate 讓它生成 生成出來的圖 就跟我要的姿勢 去做調整 所以其實在Draw Things裡面 調整Pose非常簡單 按下去之後 調一下位置 就可以根據我們想要的位置 去產生我們想要的 AI圖囉 最後呢 我們來講一下 Scramble Scramble是什麼 就是用簡單的線條 去讓AI 生成一個複雜的圖片 這邊的概念 其實就是以圖去生圖 image to image 所以在這裡 有準備一張貓咪的圖 去Scramble它 那要怎麼使用這個功能呢 一樣 我們看Draw Things右下角 點開來 有一個Load Layers 裡面就有Scramble的部分 在這邊你可以從你的 相片圖庫匯入 或是下面第二個 就是File 從檔案裡面匯入 那我已經把它拉到桌面 所以我從File裡面去做處理 點開來找到之後呢 你會看到它已經Loading在裡面了 然後 上面的詞 你可以根據你想要的圖 去做進一步的描述 譬如說我在這邊打QCat跟White 所以在這裡我想要讓它 生成一個可愛 而且又有白色的貓 在Ctrl的部分呢 我就選擇Scramble OK之後呢 我直接按Generate 讓它生成就可以了 生成出來之後呢 就會根據我的圖 我的詞 我的選擇模型 你生成出它覺得應該要出現的 AI的畫作 所以Scramble的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Image to Image 以圖去生圖 當然你可以用自己拍照的真人照片 按右下角把這張圖片匯進進去 在這個圖層下面有一個像相機的東西 直接選它 你點進去的圖片就是彩色的 點完之後呢 我這邊就選擇之前我們 AI生成的一個女生的照片 在以圖生圖的部分呢 我就選擇動畫卡通這個角色的這個模型 我連生成的字都沒有打 就直接讓它以圖生圖看看 你會發現在這邊上面 雖然沒有輸入任何的文字 但是它一樣會根據我們的模型 去生成出相對應的圖片 所以在這邊就可以很簡單 去做圖片的風格轉換 好以上這一集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Laura Pose 跟Scramble 這幾個功能到底要怎麼做 如果這一集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幫我按讚跟訂閱 我是陳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